中天總共有三個訴求 哪三個訴求 第一個撤銷原本的判決 來現在看到的是確實達到了 但還有第二個跟第三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則是要求直接按照原本的處分 讓中天換照成功直接赴台 以及最後一項要求 對於中天這兩年半時間來 所造成的營業損失以及種種 賠償79億元 但這個第二項以及第三項 都遭到高等行政法院的駁回 好這件事情我也有意見喔 因為本身包括我本人 以及在這個鏡頭後面的攝影大哥 以及我們的菜編 大家通通啊菜編太之前沒有 大家通通都是曾經走過那段歲月 應該獲得賠償的人 好可是這個79億還沒那麼快下來 那接下來會有哪幾條路徑可以走呢 我來跟大家分析 第一個NCC決定要上訴 那NCC要上訴整個案件 就會走入最高行政法院 但最高行政法院現在有一個問題啊 什麼問題 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叫做吳明洪AKA表姐夫 誰的表姐夫 大小姐的表姐夫 也就是蔡英文的表姐夫 他的老婆就是林美珠 現在問題出在這裡 大家會質疑 好的確你第一關過了 但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會如你所願 真的照公正的事實客觀來進行判決嗎 這個東西大家打三個問號 所以網路上很多人都在講 表姐夫 表姐夫實在是擔心受怕 好但我必須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高等行政法院審的是什麼 高等行政法院審的叫做事實啊 各位觀眾 審的叫做說 我就你這個案件的事實內容 比如說中天到底有沒有違規 你NCC有沒有照規矩來辦 還是說違法濫權 以及相關的委員是不是有所偏頗 相關的程序是不是不夠公正客觀 包括連這個相關的表格 都拿錯的舊的法院來引用 這個叫做事實內容 來去對應到他違背了哪些法令 來做出判決 但是最高行政法院則不是 最高行政法院不跟你談事實 他只談一件事情叫做你引用的法律依據 在法律判決上有沒有問題 所以高等行政法院叫做事實審 最高行政法院叫做法律審 兩個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 好今天如果走到最高行政法院 他還會產生一個問題 未來訴訟也得廢日耗時 還要等多久不知道 但NCC在整個塵埃落定之前 肯定不會散罷甘休 肯定會積許把這個案子能拖就拖 能耗就耗 這是大家擔憂擔憂的第一個點位 再來第二個點位是什麼 如果NCC真的我們講退一萬步 萬一不上訴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對不對 當然現在許多人都講 怎麼可能NCC如果說不上訴 還得面對國家賠償 還得面對違法失職 他怎麼可能聲稱說自己是錯誤的呢 所以沒看到NCC也發表聲明啦 發表什麼聲明說 哎呀這個司法機構不要介入我們 獨立機關的這個專業行使啊 笑話一場 各位觀眾再講一次 NCC說司法機構不要建立 獨立機關的專業行使 笑話一場好不好 再念一次笑話一場 為什麼說笑話一場 第一就算你是獨立機關 他的意思是什麼 獨立機關的意思是 他不授予立法院也好行政院也好 其他方的干預以及政治力的介入 但最好笑的是你NCC組委陳耀祥 就是因為政治力介入 才被司法機關以賭職罪給起訴了 就是因為總統府密件洩漏說 找個聽話的委員塞進去 陳耀祥很聽話叫他辦事情 裴委還說 蘇貞昌昌已經交代清楚了 這個陳耀祥 大丈夫 請他來處理 はい呀 這種前提你還跟我講什麼獨立專業行使 你是遭到檢調機關 遭到司法機關認證以及起訴的獨職 好吧 不要開什麼玩笑 更何況 不要玩弄全民的諮商 大家沒那麼笨 你是獨立於行政院 獨立於立法院 獨立於其他的行政長官 獨立於民進黨 但這些你通通都做不到 還在那邊跟我講什麼獨立 所謂的獨立機關 根本不是獨立於司法司法機構之外 否則難不成你貪污 你獨職 你亂搞 你違法 法院都不能哪裡有辦法嗎 今天相關行政法院做出來判決 就是合情合理 根本沒有什麼獨立的問題 所謂的超然獨立 根本不是這樣使用的 不要騙民眾 沒讀書好不好 亂講一通 好 在這個前提之下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 如果NCC退一萬步吞了 但顯然他不會吞 但會面臨到這種情況喔 高等行政法院 並不願意對這個案件 到底該換照或不換照 做出干預或者表態 他們只就他們司法的公正立場 把這個案子說 這個當初裁量的處分有問題 所以我撤銷 但最後整個案子還是要發回NCC審理 各位觀眾注意到貓膩了嗎 要嘛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要嘛退回NCC進行審理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現在的NCC在做什麼 除了當年下假中天 現在搞清楚了嘛 忙著上假進電視啊各位觀眾 陳耀祥已經多次向立法院請假 交委會也不去 財委會他也不去 他老兄通通請假 為什麼 因為他忙著要審理進電視的案子 甚至先前還被人家踢爆啊 內部的吹哨者說 哎呀這個陳耀祥都已經把文件備妥 明明立法院已經給你含令 要求你在整個案件水落石出之前 不要繼續審 他陳耀祥把立法院當初交 會也不去 命令也不管 照樣就是要讓進電視通過 所以這種前提 這種狀況下 已經一個被獨職罪起訴的人 還敢在光天化日 大家都已經拿著放大鏡看著你的時候 堅持蠻橫照樣要強渡觀山 所以我就問 這樣的NTT 重新再回去審中天的案子 有公信力嗎 各位你會相信他會公正嗎 還是說已經讓中天羞辱一次 還要再讓陳耀祥這種人 再羞辱中天一次嗎 所以我就講 如果這個案子就算不上訴退回 最大一個關鍵 陳耀祥跟當初的關係人 已經被法院認證不公正的人 通通都得要下台 重新換一批人來進行審理 就算你民進黨要另外找人 就算你要安插內裝 都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能再讓當初已經失職的人 重新再審理中天這個案子一次 是不是這樣子 各位觀眾 好 我們再退一萬步 讓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說 這是隧道裡面的微光 因為就算你今天 陳耀祥 真的好不容易讓中天願意恢復換照了 出現一個大問題 52台不見啦 各位觀眾 52台已經被華氏佔走啦 已經被其他台給佔走啦 的確有些相關的 這個第四台業者 比較有這個底氣比較有骨氣 拒絕上架 好你把中天下架了 我連華氏我都不上 好那可以中天這些台可以恢復 但有些已經上了華氏的呢 的第四台該怎麼辦 南無神到時候變一國兩制 這邊52台是華氏 這邊52台中天 然後兩台都宣傳說 請大家看52台 像話嗎 能看嗎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已經 強度關山趕鴨子上架 霸王硬上鉤 站在那邊的電視台 給下架 這又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陷入這種 多重難題的狀況 所以最理想的狀況是什麼 當然NCC不要繼續上訴 但不要上訴 對於相關的審理判決 應該要換人換單位來審 更何況 我們先前已經討論過一件事情 今天NCC的通訊傳播 相關組織法有規定 如果委員主委已經遭到 相關案件的起訴 甚至判刑 行政院長得 我現在講的是法律用語 行政院長得 予以撤銷 予以置換 什麼意思 現在求到你陳建仁身上了啦 還在裝傻 陳建仁 今天陳耀祥 連續十個案子都敗訴 今天陳耀祥 被禁電視案因為貪毒罪起訴 今天陳耀祥 還遭到相關錄音檔完全揭露 今天陳耀祥 已經被高等行政法院判定 處分失職 你今天不換他 就代表你陳建仁 替他做寶仁 變成陳寶仁 陳建仁替他做擔保 跟他做同一條船上 我就問陳耀祥為什麼不能換 到底為什麼 還是因為說 陳耀祥今天就算賭人命 連也不要 NCC獨立機關 蕩然無存 被64%的民眾 績笑說政治力介入 這種情況下 還是要交辦他的任務 使命必達 讓他完成禁電視案 完成上級交辦的心願 完成錄音檔所講的 蔡英文的心願 大小姐的心願 然後才可以下來一鞠躬嗎 這只進行最後的衛生子戰術嗎 今天已經難看到這種地步了 你陳建仁再不表態 你就是共犯 好不好 陳建仁 注意陳耀祥換不換 就在你一念之間 不要跟我講什麼暖男類格 搞到變成變軟爛男類格 好不好笑話一場 好 我們今天現在這個東西 NCC 告一段落講到這邊 但也要讓秦導播來給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的網友也是相當有趣啦 對於今天這個案件出來來 中天又勝訴 NCC不讓中天新聞檔換照 法官撤銷判決 來剛剛一項項我們都有念到囉 來包括當中有多少貓膩呢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比我還首席 沒關係 我們在看網友留言之前 我也一樣一樣的來唸給各位觀眾聽 當初有多荒謬 來第一個 根據25項 總共高達1000萬的財閥 這個是指指中天內控私林 扣上一個羞辱的大帽子說 中天的記者 中天的主播 中天整家電視台人都不專業 這個是NCC扣上的帽子 現在給你塞回去 實相判決 通通都是NCC敗訴 證明中天根本沒有內控私林 中天的新聞秉持著專業 包括我本人張雨萱 我做的新聞秉持著專業 不好意思好不好 這個臉給NCC打回去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個 當初的聽證會不好意思 一樣違法失職 用突襲的方式 資料通通不給你 各位觀眾 有這種事情嗎 來跟你講 明天期中考 要考什麼 最後倒數20分鐘 我才給你看考卷 有這種事情 你要怎麼準備都不知道 搞突襲 還只有20天的時間 亂搞一通 再來 跟中天的審核評量表 明明已經換到了新法 108年度 就有新的評分表 結果他NCC老兄可好 拿106年的評分表來評分 硬是把所謂內控私林的比重拉大 就是要給中天羅茲入贅 最後還有什麼 不要講啊 大家都知道啊 中政府密件啊 安排幾個好處理的委員 我就懶得唱名了 那兩位 好意思 然後進來 包括陳耀祥聽話乖乖好處理 來把中天這個案給處理掉 就是這樣強度官三違法 硬是把中天弄掉 來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留言 來 來喔來 這個 的確你看 第一位網友就想到我剛才講的重點 52台有人了呢 很抱歉 還有人笑 NCC怎麼每天都被打臉 有夠廢 然後呢 還有人搞笑說 哎呀這個共產黨執政 執政 才可能讓中天回來 還有人說 張希希有夠丟臉 對不對 還有人說 現在已經站著52台電視台 恐怕很尷尬 他罵髒話我們就不念了 來 沒用的 政府因為要打處分依舊 來你看 所有一整排網友 我可沒有選擇信念喔 基本上都是一陣叫罵 否則就是嘲笑NCC 還有人擔憂 還可以上訴 政府是不是會繼續凹 更有人譏諷說 哎呀你蔡政府 難不成司法改革失敗了嗎 怎麼公平正義跟善良 竟然都會回來了 好 NCC的案件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讓你一次滿足 每次晚上都在市場 每次四步發動 每次五步都在外庭 回到大視頻